大家好 带您来一起关心今天的天气 今天东北季风持续的影响 阴风面的水气仍然是比较多的 这个基隆北海岸还有东北角地区 雨势是比较明显 比较容易出现局部较大的雨势或豪雨 另外在气温方面也是明显凉了许多 北部还有东北部的温度是比较低一点 低温大约只有20度左右 高温则是在22度到24度 那中南部可以来到30到31度 所以这个南北的温差是比较大的 所以要提醒南来北往的民众要多注意 温度的变化要适时地调整衣物 不过另外要注意的是 因为东北风偏强的关系 所以桃园到台南还有恒春半岛 这个沿海比较空旷的地区 以及还有其他离岛 可能有9到10级的强阵风 在海边会有比较大的风浪会出现 因此在海边活动或是海上作业的观众朋友 要多加注意的安全 另外来带大家看定量降水图 我们看到明天白天的降雨 比较集中在基隆北海岸 还有这个东北部 以及宜兰和花莲等地区 那这个花莲的降雨是比较零星的 不过要注意这个宜兰迎风面的地方 还有这个东北部迎风面的海边 可能会有一些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可能 所以外出要多加留意 到了明天入夜之后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水气是明显减少了许多 花莲只剩下一点点海边 零星会有一些短暂震雨 那东北部以及宜兰是降雨比较集中的地区 宜兰海边也有可能有局部较大雨势的出现 但是整体来说 这个雨势是整个都趋缓很多了 接着带大家来看未来的降雨趋势 我们先从礼拜一礼拜二来看 因为持续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 这个降雨的强度会比今天礼拜天 稍微再降低一点 桃园以北还有东半部 容易有降雨的机会 接着我们看到礼拜三 这个东北季风稍微减弱了 桃园以北还有大台北的降雨有区换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基隆北海岸 还有这个东北部 仍然有这种持续性的降雨发生 那到了礼拜四 封面通过这个北部地区 那北部跟东北部的降雨的几率 又开始增加了 那也要注意这个中部的山区 会有一些持续性的降雨 台湾整体来说水气是比较偏多的 那接着到了周末 也就是礼拜五礼拜六的时候 又有另外一波的这个冷空气 来通过我们台湾 所以只会剩下东南部 有一些比较零星的降雨 那其他的地区呢 都是主要是偏干的天气形态 接着带大家来看未来一个礼拜的温度走势 我们先来看到北部地区高温的部分 我们从今天一直到礼拜二呢 因为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 大约高温是在20度到22度左右 那礼拜三因为这个东北季风减弱的关系 所以从礼拜三礼拜四这个温度会稍微回升 可以来到23度到26度 不过到了周末要注意呢 因为有另外一波东北季风又来报道了 高温会瞬间掉到21度左右 另外低温的部分 我们从今天可以看到 一直从今天到礼拜四高温 低温大约落在19度到21度左右 那到了周末 因为东北季风新的一波的影响 所以低温可能会降到15度 所以观众朋友一定要注意保暖 接着我们来看到南部地区 从今天一直到礼拜四呢 这个高温大约落在28度到30度左右 但是到了周末 同样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 高温也会下降了 会降到26度到27度 另外低温的部分 同样也是从今天一直到礼拜四 都还算稳定 大约都在22度到23度左右 那周末也是因为东北季风的影响 南部地区这个低温 也会掉到大约只有20度左右 所以要注意保暖 接着带大家来看 未来一个礼拜的天气概况 我们先来看到 礼拜一礼拜二的时候 桃源以北还有东半部地区 会有比较局部的短暂降雨 那基隆北海岸呢 还有东北部 会有一些局部较大雨 是发生的几率 其他的地区 是多云到晴的天气 我们看到礼拜三 这个东北季风减弱的关系 基隆北海岸 还有东半部地区 以及午后山区 要注意零星的短暂降雨 那到了礼拜四 因为封面通过的关系 再加上东北季风又增强了 所以东北部的气温会下降 那北部东半部地区 还有中部山区 会有一些降雨 到了周末 那东北季风又再度的增强 又来了一波 那所以北部 东北部的天气是比较凉的 中南部日夜温差比较大 要多加的留意 接着带大家来看各地的详细温度预测 北部地区高温22度 低温18度 接着中部地区 高温27度 低温是20度 继续往南看到 高温是29度 低温21度 接着东半部高温26度 低温18度 最后是外岛地区 高温24度 低温只有16度 最后有两点小叮咛 要提醒各位观众朋友 天气明显转凉了 而且南北的温差非常大 所以南来北往的观众朋友 要多加留意 适时的调整穿着的衣物 另外也要注意这个强正风 在海边作业的观众朋友 或者有从事海边活动的观众朋友 要多加留意安全 以上是这一节的中视气象 我是王一仲 广告回来请持续锁定中视新闻 我是王一仲 新闻的产业带给我满满的使命感 不论是贴近民生的议题 或是国际的话题 我都能够精确真实传达 最完整的资讯给各位观众 当然更多的新闻 请锁定中视YouTube频道 记得按赞订阅分享 并开启小铃铛哦 请不吝点赞订阅分享